史上最大改进 送自选五星加20抽 自选圣衣物词条 保底机制增加 火神双形态 那塔剧情分析 各位大佬 久等了 万众期待的元神5.0前瞻直播 终于是顺利结束了 可以说这次的福利非常多 也总算是没让大家失望 预想太低反而觉得不错了 首先就是送五星了 虽然是常驻 往后每年周年庆都送一次 而且听他们对话的意思 以后还会有新常驻 看出来策划这回是真的想留住玩家 不过我更好奇 5.0谁进常驻了 建议5.0就出一个 那塔的常驻五星 然后5.0周年直接拿 卡池方面 正如之前的消息一样 5.0上半鲨鱼妹加万叶 加星四星 下半万叶加基尼奇 这也是万叶复刻最快的一次 至于为何这么快把万叶拉出来 有玩家觉得是5.1的猫娘 要报万叶金币了 万叶必须提前复刻 而且这样看 深鹤基本上离乐混迟了吧 说不定老灯也在 另外 新的保底机制 增加了5%概率 虽然是5% 但聊胜于5吧 不过从大家的留言来看 似乎非常不满意 说真的 不如改成歪了以后的累积机制 比如歪两次小保底后 下次小保底 必定不歪 且不会影响下个大保底 5.0新增定制胜移物 虽然还是会歪 但是毕竟基础就带双爆 定制本家属性杯子 然后其他位置换一件高分散件 都是不错的 也可以少一点双 换双爆头 血压估计该高还是得高 但是剩衣物小 毕业难度小了很多 换言之 只要你的剩衣物够多 狗粮经验够多 可以无限合成 但是每个套装有限制周期 我觉得已经算很良心了 那塔剧情方面 前瞻中队长对话里 明显就是已经过了不少时间了 但是没有一点进展 所以他决定不等了 能确定的就是双方都需要神之心 来完成同一个结果的计划 火神和冰神的根本目的 有相同之处 但是火神不认同冰神的理念 冰神这边也不赞同火神的做法 火神也自然不会将神之心 白白送给队长 我们接触神像 没法获取火元素 前面的国家要么有神 要么有龙 我们才可以获得元素 这次没有说明 火神这个位置出了什么事 而且队长也说了 神之心在马威卡手里 没什么用 那大概率马威卡不是完全的火神 而队长也绝对留了一手 最后对决队长没打过马威卡 但之前传的就是用的是冰神的力量 并且队长不只是被冰神派来的 还有别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 前瞻直播说了那塔剧情的重要节点 分别是5.0 5.1和5.3 但唯独跳过了5.2版本 难道5.2看起来确实没主线 之前策划说过要把热度和剧情 分一些到版本中后期 前面可能会有些版本空出来 但让5.2这种版本长草 不是明智之举 个人感觉是尖章或者主线一章 因为说的是重要版本给原石 我觉得不至于断了 也有可能封单把最后一块地图开了 总之先留一下吧 好